這是一個充滿回憶的咖啡廳 這麼多年了還屹立不搖 一定有它厲害的地方 今天我自己來喝下午餐 這邊腰月兒 你覺得有沒有來這邊呢 這是一個充滿回憶跟記憶的地方 今天來這裡 我跟老公第一次跟表哥見面的時候 就是在這裡喝咖啡吃下午茶 好懷念喔 回回多年又再次來到這裡感觸聖羅 當初好像還是坐這個位置 老公還記得嗎 買了一個提拉米蘇 好漂亮喔 今天突然想吃提拉米蘇 沒想到好漂亮喔 讓我驚豔 非常想要來吃點點的 所以我點了一個提拉米蘇 在這邊 弄得超漂亮的 都已經這麼胖了還要吃甜點 不是不吃對不起自己 難得我可以出來晃晃 我要來吃吃看 提拉米蘇 現在要來先吃一口看看 因為我的飲料它說還沒有好 所以我先吃吃看看它的甜點 那提拉米蘇感覺就是那種手工甜點 為什麼喜歡點提拉米蘇呢 因為提拉米蘇 我覺得自己來都吃比較軟 因為是原味 看 連比一點點 他拿3R 很爽快的 放開 最近大家很多人覺得吃什麼東西都說大家要吃 可是我真的覺得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我的飲料來了 綿密的奶泡 好療癒喔 我很喜歡翻動這個奶泡 薄薄的一層 我很喜歡飲料倒成這樣表面當麵 茶味剛好 奶味剛好 好療癒喔 那是一層我的甜蠟蜜 薯條好香喔 現在真的很流行松露薯條 可是它的松露 好像不是白色是那黑黑的一點一點的 我來吃吃看好吃嗎 嗨 我又點了松露薯條 那其實看這邊的松露薯條好吃嗎 松露味沒有很濃郁欸 一般般 嗯 它的松露薯條好像調得比較鹹有點 有一點辣辣的 辣辣的可能 有加牛椒嗎 這個比較多啊 試吃看 這邊的松露薯條帶有一點香料味 蠻好吃的啦 蠻好吃的啦 還有秒殺這份薯條 香子一份 180塊 拍杯的物價還是比較高一點 休閒下午茶食物 現在我們要開始工作了 今天的下班卡 我們就先跟大家介紹到這邊 在民生設施的一間咖啡廳 叫做腰月 帶你們去看看 剛剛有跟你們說 這間咖啡廳是我跟我老公 第一次跟表哥約會的地方 我們先從門口開始講好了 就是這裡 腰月兒 外面有種樹 這邊已經開很 開很久了 我們現在進去看看喔 進來就是這個糕餅櫃 我剛剛本來要坐這邊 可是它沒有充電的地方 所以我就 坐了這個四人的位置 那它這邊還有一個吧檯 來 然後裡面還有一座 在這裡 就這樣小小一間 它這邊也有免費的WIFI可以使用 所以很方便 我們那個時候好像就是坐這個位置 還是那個位置 我有點忘記了 就是我跟我老公還有他的表哥 第一次見面的地方 好啦 跟大家回味這邊過後 我要繼續來我的工作了 OK 跟大家介紹我們的咖啡 一個 以前我的故事 也沒有講到什麼故事啦 跟大家一起微微一下 當 剛開始認識 就是它這件很便利的那個東西 就是這個氛圍 優閒的氛圍 當時的我 如果我有照片的話 就把它秀出來在這邊 如果沒有的話 大家就想一下是下面 2012還2013的時候 然後 一樣是 應該是 比較運氣一點吧 我在想 好好好 應該講得差不多 其實 因為現在的科技越來越發達了 美肌還是要有內股 好啦 既然已經跟我女兒請假半天出來 寫文章還是要有所共享 所以我要繼續做事情 和我的料理 媽媽妳有特色咖啡喔 媽媽吃喝了奶茶禮 好啦 我就要先繼續拿囉 掰掰 有空在跟你們分享 我們是怎麼認識的 然後 我們之間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怎麼會結婚 我們怎麼會生下夢夢 好像也沒什麼好講的 生小孩不就是這樣嗎 好啦 以後有空在跟你們分享 我跟老公之間的故事囉 我的愛人下班了